7.3 RELU 好 那我们就继续看7.3 RELU OPERATION 它是很简单的OPERATION 可是还是要看看它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用 那我还是来看一下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 MORE OPERATION CAN BE ADDED IN 就是 MORE CONVOLUTION OPERATION ARE APPLY IN THE SAME LAYER 就是前面讲过说 这个很多的COMVOLUTION在同一层 像我们在前一节讲过 它用三个 三个COMVOLUTION 所以就有很多个 那像是这个例子 它用了1 2 3 4 5 6 它用6个COMVOLUTION在同一层 那当然怎么样呢 SERVAL CONVOLUTION OPERATION ARE APPLY IN EXTRA LAYER 就是说 在不同的LAYER 比如说这个是同一层 用了好多个COMVOLUTION 那当然 我再另外又用COMVOLUTION 所以 可以在不同的阶层 用更多的COMVOLUTION 所以我要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 它的整个计算量就变大 变大这样 所以 在这个模式 SUSAMPLING 是另一种OPERATION 可以更加的COMVOLUTION 所以 加那么多 一直加 加那么多 同学们就是一直串 一直串 一直串 常常不知其所以然 也许经过几天的混沌之后 迷糊之后 突然有一天发现效果非常好 然后你就没办法解释清楚 你的MODEL已经加到了几百层 好可怕 所以这个也许就说 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啦 没关系啦 我们来看我们的RELU 是什么东西 在这里的话 这个例子 它就用RELU 它又做了一个RELU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 RELU在前面已经讲过说 它的数学公司 就是这个的数学公司 它等于是说 我的X进来 我就X跟0做一个MAX 当然它是负数 全部变成0 那它正书是它自己本身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所以 The purpose of using this operation 就是说 用这一个运算想干嘛呢 它什么 Is to purify the signal 就是说我要把信号再把它 它优质化 把它净化一下 干嘛呢 那使得Saturday Consecutive 就是说 后续的processing Can be more powerful 也就是说 把那些杂讯 就先在某个地方先把它去掉 让后面的运算可以更有效 更精准更能彰显的运算的效能出来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那这样没问题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RELU它到底怎么样 那简单的模拟一下 在0的地方有没有 在这个0的地方有没有看到 其他的比它 比它小的话 全部被压成是0 好 那负数压成是0 那正数就是按照原来的方向去跑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这样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数学公式 那所以RELU is the abbreviation of什么呢 这个 这个 resetify linion unit 这个unit which is one kind of activation or transfer function 不要忘掉我们前面的 传统的类神经网路 它叫 activation function 或者叫 transfer function 就是说最后的时候 要输出的时候把它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整流的作用 所以它这个 做一个人类是整流 有没有 resetify 这个 Retangle resetify 等下一个 linear unit 这个比较不好念 也许我念得不好 先就不管它了 好 那原则上 它的好处是什么 so this transform function possesses a simple structure such that the folder computing is very easy 就是说它 把负值把它滤掉 让它整个计算架非常简单 但是相对的缺点是什么 在这一个点 在这一点里面 它没有办法围分 不可围 所以这个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 往右边围分 它的值 这个点 往右边围分 它等于1 它往右边围分等于0 所以 等于是说 所有所谓的可围式 左围分跟右围分式 要同一个值 才叫做可围 所以这个点不可围 so it's not differentiable 那不可围的话 把它当作 activation function 或当作transfer function 我们在推我们传统的 Perceptor Neuron 跟Beperplication 要大量使用微分的时候 碰到这一点 就会炸掉 就会炸掉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数学考量的时候 要注意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 你也可以避开它 避开它 就是特别检查 它是不是0那一点 那是0那一点 你就把它随便给一个值 用它取代掉 不要让它炸掉 不要让它炸掉 微分不要让它炸掉这样 好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 考虑 这个整个 设计的时候的严谨性 那我特别 讲过说 我们在这一段 我们特别强调它的严谨性 好 那 这个假设说 我们的feature map已经跑出来了 那跑出来以后呢 我把它做一个RLU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全部 副值前面被压成是0 你们看到 副值前面被压成是0 所以 你可以看到 the operation of RLU max original 怎么样 entities of input image not to be negative 就是它不要副值 就是non-negative 就让所有的值都是non-negative 恢复 恢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就把它压成是0 那这个计算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就看你的应用问题 那毕竟它是一个手法 一个手腕 一个让你处理信号的一个手法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它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所以这个filtering 这个effect of RLU operation 就是说这是我的信号 有证有护 有证有护有没有 那把它cut掉 所以你几乎是把它 这个who的把它全部cut掉了 把它cut掉了 有没有 那等于是说 所以the filtering 这个effect of 什么呢 RLU is to cut negative impasse 一般我们在做信号处理有什么 正的pass 跟那个who的pass 所以它就把那个impasse who的impasse把它 cut away saturated the remaining result are all positive impasse 最后呢都是正的impasse 那到底这个有好处还是坏处 就我刚刚讲过 用信号处理来讲 你这样子把它 该有的这个information 把它全部去掉了以后 那是不是会留下很多的后遗症 那或者说 因为把它去掉以后 没有干扰 那后面的处理起来比较简单 这完全depends on你的应用问题 那只告诉我们说 它的处理是把那些negative impasse 把怎么样把它去掉这样 所以就尽量来解释 它的一些现象 让同学们 在做后续的研究的时候 后续的study的时候 脑袋瓜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一节呢 就先到这边为止 那我们待会再继续 看其他的运算 感谢观看